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将会在7月1号发起游行 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立即普选 还会第一次把游行终点由政府总部改成中环 人民自主 立即普选 立即普选 占领中环 却世代白 这是今年七一大游行的主题 民政指出七一游行是中共接管香港后 民间最大规模的抗争行动 03-04年七一游行间接促使当时的特首董建华下台 而梁振英上台管子班子丑闻不断 今年的游行也会要求梁振英下台 所以我也都希望来近的七一游行 也都可以促成梁振英下台 也都希望他找一个漂亮点的藉口可以进化下台 而令他比香港人是进化实现一个普选的 民政解释 今次特别以占领中环为其中一个主题 是要警告中港两地政府 如果中央政府 特区政府 在未来的这一年 他都不愿意去交出一个真正的普选的方案 我们很相信在下一年 市民就真的不会再有耐性去等待 真是会以行动在下一年去实现这个占领中环的行动 逼使政府是妥协去交出一个真正的普选 这一年七一游行提早在当天下午两点半从维员出发 由工人及学生团体领头 为了配合今次游行的主题 民间人权阵线首次将七一游行的终点 由香港政府总部移到中环的浙达花园 并会在现场集会直到晚上十点结束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